音樂 開心見成,你又你講 歡迎大家收看連花衛視現場直播互動節目 澳門開講,我是今天的嘉賓主持林玉涛 我們今天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2017年社會文化施政範疇領域的一些施政意見 現在在立法會,社會文化施司長譚俊榮 就和立法議員在立法會進行 2017年社會文化範疇的施政辯論 其實今年社會文化範疇的施政報告 衛生、教育青年、社會服務、社保、旅遊和文化體育 都提出了不同的一些新的施政理念 或者也有總結過去的一些經驗 究竟2017年有什麼關注的 我們關注的一個社會文化範疇的施政領域問題 是值得我們留意的呢?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三位現場嘉賓和我們一起探討 請到包括蔡隆子大學校校長王國英校長 王校長你好 你好,各位好 亦都請到時事評論員鄭國強先生 鄭大班你好 你好 亦都請到明愛總幹事潘志明先生 潘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三位嘉賓就會和我們一起探討一下 明年社會文化施政範疇的一些施政重點 以及有什麼意見都會和我們大家分享 歡迎觀眾朋友 繼續打2878-9192,2878-9192 或者通過螢光幕上面的網址 在我們澳門開港的Facebook專頁或者平台 和我們互信互動交流發表你的意見 我們先看看今天的重點新聞 政府會分兩階段 修改公務人員職程制度 首階段建議修訂部分特別職程的新奉點 又會明確擔任高級繼續員職務所需的學歷程度等 行政會已完成討論首階段修改公務人員職程制度的草案 行政會發言人梁慶平指出 第二階段修改時會全面檢討一般職程和特別職程制度 包括職程轉入、涉及的連資問題和重新設計一般職程 政府在諮詢和聽取各方意見後會提出全判改革方案 社會文化師師長譚俊榮飲介事預期未來兩年 急入免費教育學校網的後博將增至101個 福克羅由延時的8剩9提高至9剩4 又會減輕更多家庭的經濟負擔 受惠家庭將增加大約2300個 譚俊榮表示 面臨為規劃和啟動中泡雙魚人才培養基地的構建工作 增加修讀蒲魚相關課程的特別綜號金銘雅 從多層面推動中泡雙魚人才的培養 社民司司長譚俊榮表示 衛生個案勢為指引 構建四級聯防四環錦扣的聯合機制 去年三頂醫院精神科悶診求診人至為3.1萬人 將2014年上升一成 衛生中心的心理保健門診大約有3,000人次 去2014年上升兩成 他指精神科醫生、社工以及心理治療師等人受充足 譚俊榮表示 明明將透過打造新的旅遊產品促進旅客多元化 政府重視海外宣傳 通過在日本、韓國等地舉辦大型推訪活動 國際旅客增長明顯 今年1至10月 國際旅客日景量達237萬人次 佔總約境旅客的9.3% 按年上升7.4% 歡迎回到臨澳門開港的現場 我們今天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2017年社會文化施政範疇的 一些施政領域的意見 現在立法會正在進行 2017年的社會文化施政範疇的一個施政辯論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 就和立法議員在立法會明年的施政報告 正在辯論中 或者我同時也展了一條新聞片 也是今天的有關內容 或者先看新聞片再和大家討論一下 星期四和星期五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列席立法會 為大眾引誡2017財政年度施政方針 譚詩先總結了2016的施政成果 而在2017年 譚詩就分別從教育、醫療服務、社會保障、 旅遊產品、中西交流的方面入手 將施政方針分為五個方面 在2017年 政府會繼續加大對教育資源的投放 增加免費教育的校部數目 同時會繼續落實藍天工程 預計未來兩年 免費教育的校部數目 將是增加至 一百零一個 覆蓋率從八成九 是提高至九成四 進一步這樣 是減輕更多家庭的 經濟負擔 受惠家庭數 將會增加至 約二千三百個 在非高等教育領域方面 是適度增加各項資源的投放 按步就班落實藍天工程計劃 全面展開小學教育課程改革 開始實施 坐中高中階段的基本學歷要求 推進本地教材的編寫和修訂 醫療社保是普羅大眾最關心的話題之一 未來的一年 政府會繼續推動和完善長者、兒童、婦女等 特定群體的醫療服務 同時也會鞏固養老保障 我們積極跟進完善醫療系統 建設方案內的各項工程 興建路環九澳康復醫院 開展清洲科衛生中心的裝修工程 提供足夠的託兒服務名額 滿足兩歲幼兒對託兒服務的需求 有罪感是推行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的各項措施 在離島是增設本老首間多元化的綜合性護老設施 為了打造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社民司還會積極開展新報聯合國社科文組織美食之都的工作 同時推動拓展中西文化交流空間 使市民大眾以及觀光遊客都可以感受到澳門的獨特魅力 發展多元化旅遊項目打造標誌性的旅遊產品 輔助民創產業發展創設更多民創休閒區 完成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的公開諮詢及編制工作 繼續對全路不動產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普查及啟動平定程序 看到社民司譚師長已經在立法會介紹明言施政範疇的意見 其實我們看看確實社會文化施政範疇 牽涉的都是一些民生或者福利上的醫療都是很重要的教育 譚師說其實他們管轄的三個範疇已經佔了公共行政開支的一半 包括社會保障佔公共行政開支的24.3% 教育亦佔了14.7% 醫療亦佔了10.2% 所以其實在這三方面都是一個居民比較關心的範疇 或者先跟黃校長談談一下 其實在明年的施政報告裏面 看下去教育各方面 有些什麼你比較關注 以及其實也看到一些方向在不斷改善的呢? 我想大家的關注點 或者這幾年的施政報告 我們覺得都是平平無期的 但是自從新界政府成立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一個焦點當然是藍天工程 我們實際上就是說 會看到藍天工程如果真的能夠落實 起碼就是將澳門一直以來 或者在教育上面面對最大的困難 什麼困難呢? 就是教育用地 以及人坤所佔的教育活動空間不足這個情況 我們希望能夠將它舒緩 或者最好能夠將它解決 所以藍天工程 我覺得特別是在這一屆 或者這一屆的政府裏面 或者這一兩年的施政報告裏面 我們希望能夠真真正正去落實 上一次的施政報告的時候 我們聽到藍天工程 覺得很開心 但是最後聽到25至30年 覺得又似乎 時間太長 我們覺得真的很長 你想想一個小孩又出生 他的非高等教教是多少年呢? 15年而已 15年的時間 那你要30年就是要多少代人呢? 其實這裡我覺得 為了年輕一代 或者現在的BB著想 其實我覺得 這個時間真的太長 但今屆政府 我又看到一個可喜的 改了數字 又縮了 15至20年而已 我當然希望再下一屆 不是下一屆 是下一年 施政報告的時候 是10到15年 越縮越短 我想我們教育界 甚至我們的家長 聽到這些 其實真的是一個好的消息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焦點 不過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大家未必清楚 所謂藍天工程 就是現在其實還有很多學校 非高等的學校 其實還在一個群樓裡面 沒有自己的土地 所以其實所謂藍天工程 就是希望將在群樓的學校 高層大學的群樓學校 搬到一些露天地方 有自己土地的一些露天操場 各方面的學校 就是這樣 是 校長繼續 所以說藍天工程 我們實際上是希望 我們的學生 能夠看到藍天 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 或者完善一點的 一個運動場地 所以我們就說 藍天工程 最大的意義就是在於這裡 而事實上 本來澳門 在回歸後 其實有21間 或者21個校部 是位於群樓裡面的 經過這幾年 其實有些學校也結束了 有些學校現在繼續 這兩年 多虧藍天工程 有一個改善 現在實際上 只剩下15個校部 還在一個群樓下面 群樓就是一些 基本上一些 當年的叫做 公屋 簡單來說就是高層大廈的停車場 居行的停車場 或者當時是做一些 或者是商場的一些鋪位 然後用來做一個學校 其實這方面我們 真的很不想見到 因為這個環境 空間 空氣 衛生 等等 有些小朋友的成長 成長肯定 不是真的這麼好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其中是一個焦點 當然因為 我們也知道 教育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在回歸前 基本上 歐浦時代 基本上是不理會的 臨回歸之前的幾年 就推出了一些 所謂傾向性的免費教育 當時是數人頭的 是 回歸後 逐步由一個叫包班制 是 實施包班制 也實施到15年的免費教育 一個包班制 最後現在 譬如近幾年 已經由包班制裡面的人數 改為小班制 其實這些 我們看到 其實是一個 一步一步的向前進的 所以 在這方面 也看得到 教育改革 我們看得到 現在這一屆 回歸後的政府 很想直追 直追的時候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都希望 直追的過程裡面 要顧及的方面比較多 包括 譬如 資源的投放到底是怎麼樣的 是吧 因為 我們很多時候 看到每一年 在計算 但是很多時候 計劃性是否強 不強 因為沒有一個 一個計劃 譬如很簡單 教育最需要的就是一個計劃 譬如資源上面 譬如未來 到底是怎麼樣增加 當然我們現在聽到 司長說 現在14.7了 14.7了 好像很多 但是問題就是 到底未來幾年怎麼做 因為我們其實有隱憂在這裡 隱憂就是我們講到的小班化計劃 小班化計劃 能不能夠維持 譬如現在的出生率 突然升級了 這幾年升級了 升級了 入學的幼稚園學生 特別多 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沒有足夠的教育空間 或者足夠教育用地 這個小班怎麼處理呢 很簡單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要請老師 譬如現在政府 都希望能夠把學生的教育 放在第一位 把班師比 越來越拉高 以前譬如以右轉為例 1比1.7 現在是1比1.9了 我其實更加希望 將來逐級而升 1比1.1 就是說一個右轉的班級 有兩個 或者兩個多一點的老師的照顧 其實是不是更加好一些呢 在這個時候其實 這些樣樣都需要資源的 但是問題現在我們 很多時候 跟老師說 未來我們都會加 到底你要給一個 真正的希望給他才行 在這個時候 其實教育就需要這些規劃 這些規劃 但是我們現在暫時來說 都看不到 就是聽到說 有增加 那當然 會投降有增加 但是多少 不知道 沒有一個短時間 或者短期的規劃 中長期 有關教育這方面 我想 除了這個之外 也是最重要的 也是老師的私資培訓的問題 那就是這樣 我們等一下下面的時間 慢慢再講 好吧 鄭大班 其實社民範疇 你自己 會關注哪一方面 會多一些呢 是不是都是歷史 文化遺產的保育 或者各方面呢 是其中一個而已 嗯 但是我最重視的是 特區政府 現在的創修能力 嗯 能不能夠維持下去 嗯 另外的社會公平方面 能不能夠更好實施 嗯 那麼 剛才也介紹了 譚司長 是澳門最花錢的司長 是 他一個人可以 洗了一半 涵蓋的 不是 是三個範疇洗了一半 一個人應該不止 涵蓋了 一半 三個範疇一半 工作範疇 是吧 所以呢 現在關鍵就是澳門呢 首先 維持自己的創修創回能力 所以要水頭充足 嗯 才可以大展拳腳 嗯 甘霖騙灑 人人受惠 當然皆大歡喜 嗯 還是 是中央政府的支持你 嗯 給空間 嗯 任何計劃 除了錢之外 還要空間 嗯 是吧 群樓 由群樓到藍天工程 頭頭 學校能夠 抗戰到群樓 都很開心 是吧 我以前的教育場地 這麼狹窄 給個群樓 我也很開心 嗯 但現在當然不止了 嗯 所謂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這方面呢 一切為了孩子 為了孩子的一切 這些怎麼使呢 居民都覺得是贊的 我都是贊的教育界 由回歸前到回歸後 不斷的爭取 嗯 過去不是政府沒有政策 他照顧的就是官校 嗯 私校包括教會學校 都是貴客治理為主的 嗯 現在來講呢 一事同仁雅 嗯 所以現在呢 就說呢 澳門的任務相當之艱難 嗯 因為是人手不足 地方譴責 你說沒有中央政府支持你 給你更多的土地 填海權 嗯 那你將來能不能夠這麼快完成呢 嗯 當然啦 希望不要說十五、二十年 是三、五、七年 譚詩說現在用閒事土地 是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知道的 嗯 澳門回歸之後 上演最激烈的什麼呢 空間爭奪戰 嗯 所以現在有人說政府搶地也好 怎樣也好 嗯 就是說呢 終於計算清楚了 這些土地可以用了 嗯 但是怎樣使用呢 還有很多問題的 嗯 教育界當然是說 如果九場搬出 整個給我們學校群體更好 嗯 但是我沒有交通呢 嗯 我沒有運輸樓呢 嗯 我沒有整體各方面呢 嗯 還有其他社會設施的 也有自己的想法 嗯 你給我當然是 我是教育界的希望 全部有五、六間學校 共用一個球場 嗯 讓小朋友 在藍天綠恩下跑步呢 嗯 那你都開心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我們不只是教育 嗯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 包括我們的集體運輸 嗯 所以呢 不過習近平不是他的範疇 不是他的範疇 但是他整個特區要兼顧的 明白 嗯 所以呢 教育界提出很多很老普理上的事情 那麼司長能夠盡量滿足 當然是白人首長 但是我們從整體各方面看 嗯 嗯 我們澳門 是需要均衡全面發展 嗯 如果 不能夠成立一個移居社會 如果我們的創修創活能力 是斷了的 將來沒有資源去支持教育發展 明白 所以這個呢 我相信呢 大家都有一個的 這個整體觀念 明白 這方面呢 是很重要的 OK 那我也問一下潘先生 在社福 或者社會服務 養老服務方面 你自己怎麼看 就是怎麼評價 明年的施政報告 在社會文化範疇方面 嗯 社民施範疇呢 去 今年呢 特別提出一個多元化的 綜合養老的護養的設施 是 這個呢 就相信呢 是今 今年呢 就是比較重要的一個項目 嗯 也都標誌著呢 特區政府呢 是 加強回應 養老設施 過去不足的問題 嗯 當然呢 一間綜合性的設施 能不能夠 解決到 現在我們的老行家 或者照顧老行家的家人 面對的困難與困扶呢 當然 不可能 嗯 要一步步 所以呢 我就聽到 那個設施是大一點的院舍 嗯 我就想 在今屆的政府 其實都可以再想一想 一些小型的院舍 嗯 因為現在說的設施是來到的嘛 嗯 在我們的澳門半島 或者 坦濟 或者有沒有一些小型的院舍呢 方便一些老人家 近自己所生活的區域去居住 這個呢 也是一個策略 很鄰近的地區 周邊都在說 現在我們的老齡化社會 是最大的挑戰 嗯 澳門都應該要 會是 已經踏入 已經踏入了 也都會困擾著我們 每一位市民 尤其是困擾著我們的青年人 嗯 因為將來他們到自己成家立室 想照顧家人的時候 子女的時候 其實會放很多資源要照顧老人家 當然我們華人社會 孝敬父母 照顧老人家 是覺得應該的 但是因為那個 將來的責任會 特別重 比現在我們這代的 嗯 所以政府應該要不要等他們太超重 一超重就失去負荷 就是負荷的時候 一超負荷他們可能 本來想照顧父母 照顧自己的婆婆 照顧爺爺 就沒有這樣的毅力堅持下去了 所以這一點 現在社福的制度 其實政府都開始慢慢意識到 怎樣支持家庭去照顧自己的家人 就是護老者的照顧 我相信接下來那個多元化 綜合性的中心都會考慮到這些 因為它都是一些大方向來的 但是現在我們那個社會 就是澳門的年青人 每個人都會面對住屋的問題 即是想將來住屋問題 那一刻它的錢是想這樣的 變成了策劃為將來照顧父母 或者老人家 可能它不是這樣想下去的 那我在這方面 各方面大家想了 那政府有沒有辦法 在不同的層面 讓青年人一方面奮進 努力、力處促 另一方面怎樣理財 又分配得好些 照顧到自己年長的家人 明白 那確實社會已經達到一個老年化的社會 我們怎樣做好一個養老體系的保障 不單止是對老人家的一個盡責 亦都是要考慮到年輕人 怎樣更好去照顧我們的上一代 共建一個真正正和諧和美好的家園 那或者先看看天氣的情況 回來再跟大家澳門開講 歡迎回來澳門開講的現場 今天會和大家探討社會文化思範疇的明年的一個施政重點 電話裡面有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你好 陳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校長 大班 班先生你好 我本來今天看到 因為我們特區政府的官員 還有我們現在坐在南灣大屋那幫 揚揚曼延曹通紅辯那幫 那幫人士 不要得罪他 那幫尊貴的人士 他應該很熟悉基本法的 那我昨天看到 那我就看到 特區政府 譚思長他公佈那個 剛才潘先生 李正先生 李正先生說的那個 長者十年那個 研究 諸如此類 嗯 講完講來講去 翻腹屁 講來講去 那我就看到 你容許我給我一點點時間 我讀一讀 基本法第39條 的條文 給大家知道 我想你們都知道的了 不過我讀一讀出來 讓我們 要快一點啊陳先生 好啊 澳門居民 朋友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 那個句號 跟著 勞工就是福利待遇 從退休保障 受法律保護 三、四位 我想請問你 退休保障 是屬於什麼 是不是醫、食、住行呢 嗯 最普通的 最普通 醫療 我們65歲 可以有免費醫療 多謝他 那個食 有三千多元一份 另外那些 其他支線 他說支線 都算了 圍到五千元 也都是感恩 嗯 但是 到一個住 和行 住 那些住 我們有些 有些長者 買下 年輕人買下 殘破危流 那些 那些樓院 現在六十幾歲了 但是 他上落 都出不了 上落 都行不到 五層高 那麼這個住 和行 是不是你特區政府沒有了呢 嗯 為什麼你不立法 來保護這幫 退休人士的 住和行呢 你可以 立法 那個 豁免 他的資產審查 讓他可以租 住社屋 你現在 住社屋 那些中壯年 有為青年 他們過往幾年都不用交租的 那麼你們特區政府可以容忍 那些退休人士會有些殘破危流 那你又不能夠立法豁免他們 令到他們可以住得安樂舒適些 上落更方便些 因為那個基本法 39條是寫明 你要了他們的退休保障是受法律的保護的 這裏明白的陳先生 希望我們全體 阿校長和阿潘先生 你們兩個是寫複雞的 麻煩你們去研究一下這個條文 明白 和我們出一下 不要等 立法會裏面那班 那班 那班 OK 那陳先生先到這裏 多謝陳先生的意見 我們還有林先生的電話 林先生你好 是林先生 你好 林先生請說 怎麼看社民司的意見請說 那個社會文化書範疇裡面 其實簡單來說 主要就是派遣而已 應該理論上應該是最受歡迎 不知為什麼 他反而是五個詩裡面爭議最大 這個就是反而是我們 要心思的問題 你覺得為什麼呢 很簡單一件事 他個人太好鬥了 太好鬥 他好鬥 他喜歡 就是 喜歡拼嘴 反正就是 爭論 是 令到呢 大家呢 都 很不滿意他這種宗教 就是說 剛僻自用 不能夠 採納忠義 令到他老闆 就是一手提拔 他恩人 崔世安都在司政報告上 借這個機會 就勸一勸他 喂我們司政要為民 要不要違反 你覺得具體 具體 你覺得是誰會引起一些爭議 你自己感覺上 具體 因為是時間問題 我先講了我自己的那個 嗯 很簡單的事情就是 我站在這裡講一個故事 有一天兔子 他釣魚 釣魚 他用了自己最好吃的魚餌去釣魚 釣了一天沒有魚想釣 然後他第二天回去 他找到最好最好吃的魚餌去釣 都釣不到 開始說 不要搞錯 那些魚這樣有這麼漂亮 魚餌都不吃 然後第三天去釣的時候 一噴魚餌 就跳上來 喂大哥 你不要再拿紅蘿蔔來釣魚了 要不然我跟你死過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司政 你連搞清楚人民 要什麼都還沒搞清楚 嗯 像兔子一樣 用紅蘿蔔去釣魚 紅蘿蔔 兔子覺得很好吃 最好吃就是紅蘿蔔 明白 林先生 你要施政 你是要連向人民 人民需要什麼 你先搞清楚 他在哪個範疇 你覺得他給了紅蘿蔔的魚吃呢 是 林先生 我明白你的意思 林先生 但是你覺得在哪個範疇 就是他出了蘿蔔去給魚吃呢 給魚吃 哦 很簡單一件事 譬如你舉個 時間問題 我們再簡單一點 是 很簡單一件事 他下面那裡 譬如那個文化 愛都那裡 愛都那裡 這麼多人 提出這麼多有效的建議 這麼多忠言 他完全都不聽 嗯 然後山頂那裡 山頂那裡 我都說要建傳染病院 我是同意的 嗯 但是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要這麼迫切去做這個傳染病院 你就不應該在山頂 一定要拆屋 需要時間 規劃都還沒寫好 你慢慢拆了 現在規劃都還沒出 那你不如省一點時間 拼嘴的時間 你慢慢去建離島的醫院 很快 因為他們毫無爭議 是不是 你要與其去跟別人拼嘴 拼贏 然後才拆樓 現在規劃都還沒出 不要忘記 你拆了樓之後規劃都還沒出 那你不如慢慢去 拼時間去做規劃 在離島的規劃 如果是安全的人 看到 那就沒有爭議 OK 多謝林先生的意見 似乎呢 兩位居民各有不同的關注點 陳先生就在說 其實一些 可能現在是長者 其實這個也挺普遍的 確實 真的可能 有一層 儲了很多錢 不是 是儲了很久錢 去買了一層舊樓 住了在這裏 但是似乎一層樓 又沒有電梯 隨著年紀大的時候 都是出入有困難的 這方面幾位嘉賓 有什麼意見呢 我剛剛坐在兩位中間 是 他是重視教育的 是專業人士 是 他是重視社福的 是 那首先呢 我有一個想法 既然南天工程 新的校舍提供了 原來校舍校舍 政府是不是回收呢 那回收的時候 剛剛這些學校 雖然是群樓而已 是遍佈澳門各區 可不可以重新裝修 選擇一些的 就給長者使用呢 是吧 是不是兩全其美 是吧 我覺得呢 今天呢 我們想的問題 應該全面均衡 嗯 香港有一個名人 叫五二孫 嗯 偶門剛剛算是五二 嗯 要建設一個 移業移行移遊移居移樂的城市 嗯 是吧 但是呢 剛才 我們看到介紹了 喂 我們的精神病患者 增加者成啊 嗯 我們的社會壓力多大啊 我們經濟壓力多大啊 嗯 我們的社會噪音空間的壓迫多大啊 所以我們怎樣能夠 啊 充分利用一個空間拓展的過程裡面 以及包括學校 以及長者之間的使用空間的調整的過程中 是吧 怎樣能夠做到最好呢 我相信呢 是要廣泛聽取意見 不過啊 鄭大班 剛才陳先生的意見 當然啊 大班說啊 我也覺得可以做一些日間的老人院舍啊 就是方便一些在周邊的居民啊 但是其實啊 陳先生的意見 可能他覺得有層樓的 都應該可以租住一堂樓的 因為出人不方便 都應該租住一堂樓的 啊 潘先生這方面怎麼看呢 嗯 其實呢 陳先生在說一些 嗯 特別很多那些 補車的樓 是 他們 嗯 買的時候 有時候還可以走樓梯 嗯 到現在呢 可能硬兩層都未必硬到上去 那 變了呢 這間屋呢 有時候得物無所用 一是呢 就是上了家裡不出來 是 要看醫生的時候 頭痛了 是 即 即下的病 即下的病 就帶病了 那 現在的 社會房屋制度呢 暫時就 都是沒有考慮到 是 有屋 即是有屋的長者的 是 那 要等他們 即是 沒有房屋 那才能夠幫 那 所以現在 即是 有些聲音 我們都 過去都是 想 就說 政府會不會考量 一些靈活的制度呢 他那間屋 交回 即是 雙方協定 是 合理的方式 大家透明度高些 那間屋 托住給政府先 讓他 讓其他 那些 較為年輕的人 住 然後他有條件 是 即是用到 舍屋 那那個方法 或者是一個嘗試 想想也好 自換方式 是 大家 暫緩 暫緩 滿足一下 他們的需要 讓他們解決住屋的問題 其實 老人家的需要 很多層面 住 其實是一個 很關鍵的環節 潘先生 你了解多不多 這些個案 其實呢 我最近都 幫人家找屋租 都是 這些 不要 不要 找到 有電梯 在舊區那裏 找到有電梯的屋 其實呢 又想跟幾位談談 因為我自己看回 台灣 其實已經有一些個案例 其實台北和新北市 都支援一些舊區的五層高的樓 其實去安裝一些電梯 那些電梯其實都比較細部 甚至乎 在我們一般現在眼見 我們那些行樓的 一些空間 它真的安裝了 可能只有三個人 坐進去 其實那個費用 又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高 可能都是一百萬左右 政府還支付了一半 其實中間 是不是有一些 是中間可以操作的地方 我想這些 即使潘先生說的 其實又可以操作 有一個方法 你講的其實我也可以操作 我覺得是可以操作的 包括還有就是說 坐在我們中間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那些中間路線 又可以操作的 其實全方位都可以調動起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長遠來計算 其實還有一個可以操作的 就是都市更新 是 你要申報一下利益 你是都市更新的位置 那個電梯我提了 今天不方便我講 其實就是說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委員會 其實成立了很久了 都要拆接了一年了 這一年裡面 我相信你們都 即是說都市更新委員會裡面 都有很多的一些計劃 對 但問題就是這方面 到底真真正正 去到現在社會面前 譬如 包括剛才 陳先生所說的一些長者的問題 嗯 其實這方面可不可以 做一些特別的北區 先行先事 可以做一個 譬如暫時來講 我們容許 或者是政府 借用一些單位 方便他們出入的 然後就將他整棟大廈 作為一個 即是更新的一個工程 那可不可以又令到他 不過這個呢 就是今天超出了範疇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 運輸公務司 不過呢 其實我也沒有記作校長 香港也有一些專門 好像房委會建的一些房子 專門給老人家 是的 他有幾種做法的 一種就是每月交租 一種就是可能你給了一筆的 你說他中金使用權也好 嗯 其實他就可以駐到中路 其實這些方式 或者是暫住房 是不是都可以去支援這些老人家呢 這些是不是都可以有 其實很多方法都可以做到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政府真的要想辦法 很多辦法 可以提供給 就是說解決就是 因為長者這些居住的問題 可以做很多全方位的一個調配 但是實際上呢 在過程裡面 就是 我想澳門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因為地方小 所遇到的每一棟大廈所遇到的問題 或者每一個區所遇到的不同 其實就是說 用什麼辦法去解決這棟大廈 或者這個區區裡面的問題呢 我相信就是 多方便入手 多多方便入手 去全方位去作為一個思考 是 現在輪到你享受了 是 我舊區重整 早上十年了 超過十年了 最後無疾而終 從一開始我們知道的 因為違反市場規律的東西 一定是會失敗的 現在又改了 叫做都市更新 又輪到你享受了 是 那怎麼更新呢 是吧 是啊 不過呢 都是更新的 不是今天的話題 加上也是 就是說 你侵犯了居民的利益 嗯 或者是有些人呢 想借助政府的權威 先交一塊地給我 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我們違反市場規律的東西呢 到頭來一定會碰壁的 喏 十幾年來呢 其實我不斷 我做的時候呢 都有向有關方面提醒的 嗯 但是他們都是猛然不覺 到最後說 不行 不行就槍斃了 所以我什麼時候沒得了 我都不知道 現在恭喜你 不過大班人 現在講回這個問題 其實 我們都是針對老人家 當然肯定都涉及到市更新 或者一些操作 那其實譬如一些 一些暫住房的方面 其實都是 怎樣去幫助老人家 喂 現在你不是有一個空間 新填土 嗯 快快脆脆 現在有八十幾平方公里給你 那你快快脆脆 不用向別人拿沙的了 嗯 澳門的玫瑰園計劃 奧督府對面那一堆 你全部都是在海藏裡做出來的 嗯 下面停車上 上面折扣做好就可以了 嗯 那你現在快快脆脆 就可以做了 嗯 如果不是 慢慢填 你我相信五十年不變 你填了三十年後才用 麻煩你 明白 那或者我先看看 講顧客戶的說話 回來再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先聽聽觀眾朋友 電話先你好 是 喂 喂 你好請講 是貴姓 找到什麼 請講 李先生是嗎 OKOK 我講我麻煩之前 我也想回應一下嘉賓 我剛才聽到有嘉賓說 歐抱自己 即是回歸前 政府根本沒有理過 其實也不是的 不要這樣露屈他們 我記得1987年 當時的施二連局長 那個九九千國局長 他搞了第一屆 即在職司法復訓 也有教師進涉 即是沒有這樣露屈他們 即是說回他良心的公公的說話 另外再講 譚穗榮呢 我記得我去年年二十九 就跟他開過 就月傳染病大樓 開過一個園卓會議 他給我的感覺 令我也挺反感的 就是他的價值信方式 甚至什麼都說 信得過的民意 其實那些人是大多數 其實來來去說 講穿他 其實也是靠公道吃飯的 那些資助的團體 那些人來的 那時候我會後 我還會說 你不要經常說 你信得過的民意 真民意 你們大於多數 其實一個社會 有幾文明的社會 有幾方向施政 智慧靈止 就是說你 你怎麼尊重 你有幾多尊重少數人的意見 但是從來他不尊重的 好大喜功 我要點光輝點光輝 老實說 傳染病大樓 在未有方法拋出來之前 他沒有主動跟附近居民溝通過 是爆出事情 是我們迫出來的 才有年二十九的圓卓會議 同樣就是 中央圖書館 十年前 根本沒有公開諮詢過 只是問他 他信不過的社團 那些社團 他問你拿資助的 你說什麼就什麼的 不用說 接著我向他說 不如這樣 公開投票 我記得他那時候 他立刻彈氣了 不可能 公開投票 嘩 他真的很霸道 我覺得這個人 這個光輝 還有就是說 他那個遊客數量 三千萬元 如果你不減 你怎麼可以還我們 本地居民的 回歸前的休閒生活 空氣好 不用做房奴 這些才是優質生活 但是回歸之後 他一味 就粗糙的 一味要追求數字 重量不重質 那我們怎麼 我們市民怎麼自主 我今天下午 我聽到高開賢議員 他說 澳門人的微數指數 是全世界最低 得53分 老實說 他怎麼笑得下口 你叫市民怎麼笑 回歸後 我們不是騰貴 飛升 不是騰貴 飛升 交通混亂 我們個個做房奴 怎麼笑 好 多謝李小姐的電話 我們還有 應該是馮先生的電話 馮先生你好 主持好 馮先生請說 怎麼看 請說 我說說 我說說性文師 我不是反對他在醫院 或者傳染病 還有其他民生的設施 但是最重要 你也要計算一條數 你不是為社會 或者為民生 那些基本的 就亂成的 好像來到醫院 多少錢 要搞定 日後運作費多少錢 是不是 那你明知道來到醫院 有那些律師 那又要在山頂那裡 又要琴琴琴 拆了兩間屋 又說搞個隔壁 隔壁 隔壁 那又要花錢 現在拆了 不知道起到什麼時候 是不是 好了 那又說 要 將舊法院 又說要拆了它 建了一個 中央圖書館 是的 又不知道多少錢 嗯 那日後那個營運費 預計9億 這個預計 是的 是的 預計而已 不知道行不行 應該多人不行 那要建 要建多些 建多一兩層 那裏這麼多 自由行 那裏很需要廁所 廁所應該也挺歡迎的 應該就 所以其實阿馮先生 你覺得應該要建一些設施 可能社會服務 醫療方面 問題就是 那個價錢 做好 做預算 真真正正 善用資源 是不是 要做好 不是做了 現在全部開了頭 不知道多少錢 入口的運作成本 不知道 哪個單本 你以後還有這麼多錢 收入 誰說 明白 即是馮先生的意見 不僅僅是講工程 建造費用 其實入口的營運開支 也是一個經常開支 是的 現在你那個 北安碼頭 那裏都這麼大 你只是 營運開支 營運開支 也很高 只是交電費 還有交保養 保安費都不少錢 這麼大 比機場 明白 謝謝馮先生的意見 我們還有高小姐的電話 高小姐你好 高小姐請說 是 晚安 高小姐請說 如果你說這張舊樓的計劃 即是給那間舊樓 給政府 政府租房子 給老人家的計劃 你有沒有跟政府真的反映過 就是有沒有可行性 就是可不可以那間舊樓 就給那些學生住 就是跟政府簽約 就是給那間舊樓 即是給那間智慧的方式 很多人都留不留 真的很悲 還有現在 澳門政府的老人家 沒有病沒有痛 還可以過得去的 但是有病有痛 那些真是很慘很慘 養老是很難的 你一有少少病痛 你沒有人照顧他的時候 他真是很淒涼 若又不懂得吃 什麼都不好 其實政府現在這麼有錢 這麼多資源 可不可以多些投入給老人家 突然有些老人家 收得一半寫寶那些 有沒有可能你跟他反映一下 他再補扣一些 再收多一點寫寶 給老人家學好一些 話說這些都是我們澳門社會的長輩 畢竟為我們澳門付出這麼多年 那你手鬆一點 對他們的老人家 何必這麼好 有時候可能真的 我們陳先生說得很對 我們裡面的西環湖 那些尊貴的人 是沒有理會這些老人家的 我曾經試過跟他們 打個交道 為老人家打個交道 沒有一個 出一顆聲來幫他們的老人家 真的我不明白 為何口口聲聲照顧老人家 按完那個 按完那個 但是到燈一落實的時候 沒有一個幫忙 除了阿寬生的社團 來幫幫之外 其他的字頭的老人家 一根路撥 那高小姐 總張輪椅都要十元 我家裡我試過 我一個老人家 高小姐 介不介意跟你談談 因為剛才你說到 其實當然 就是支援 或者剛才說的很多方式 都要想一下幫助老人家 即是住在舊樓 他不方便出入 怎麼幫助他 但其實現在澳門 政府確實有支援一些團體 去上門 去為老人家服務 其實潘先生 或者其他社團 都有去做 但是你始終你都是不到位的 但是這裡你有沒有發覺 不到位的時間不准 我見過時間不准 這些東西來到冷了 等等方方面面的問題 最偉理想 就是他能夠有一個 想得到自己想得到 他自己請到一個人照顧 我明白 分幾個層次 就是這些服務 政府可能24小時給他 沒有跟不上 你打夜晚打兒肚掃 都沒有人跟他打 明白 所以高小姐 我想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 你覺得這些服務 都要繼續改善的 是啊 你晚上打兒肚掃 那個基礎兒肚掃 那我們就是在那裡看的 所以你現在 你照護者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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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高小姐 如果你講這些照護的服務 其實他住了社屋 他都未必解決到 你說夜間照護 解決得到 因為他可以一棟大廈裡面 有一個人直班 你明白嗎 他可以 他整棟大廈在社屋 那這個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那些社屋都要配 可能是專門老人家的配套 你整棟都是 你不同省都收一個單位 OK 多謝 OK 那我先跟高小姐接到這裡 高小姐的理念 我也明白的 就是可能一些老人 專門為老人家的社屋好 或者各方面都好 其實真的要有些針對性的服務 也不是真的 如果剛才高小姐講到老人家 真的也不是只是解決出問題 他還要一些24小時的醫療照顧 緊急照顧 所以說出來更多這樣的院舍 就是最好的辦法 嗯 其實高小姐提到長者的需要 住屋 我明白他知道 我們大家幾位嘉賓講的回應 叫故 一些老人家的問題 關懷 關心 其實剛才說的另外一個計劃 其實政府已經在做著 十幾年了 就是那些社屋計劃 那社屋計劃呢 整棟大樓裡面 都有老人家在這裡生活 而工作人員是24小時 是聽救命鐘的 即是按著那個需要 如果將來資源多些 再切些人可以做到 高小姐講 打移到素針 護士輪班 這樣就更好 那這些呢 是看到 例如我們現在快置機都有這些 叫做快庫樓 六百多個老人家在這裡住 但我說六百多老人家 有得住 還有很多在唐樓 那些沒有機會住 那這間屋 是真的 政府是需要想想這方面的 因為我過去都是一些政府的委員會 因為說了什麼我不說得出來的 但我可以告訴高小姐知道 關於剛才的理念 有機會我都是 不是開會的 我們就會帶出來的 那希望呢 日後這方面 政府真的 用心去關注這方面 還有真的要想些辦法 大班有沒有補充 社區養老 更多的院舍 更好的服務 更多的關懷 是吧 所以我剛才提出的問題 現在澳門為什麼說 精神病患者增加一成 是 是吧 這個是發現了 那就是了 就是說 我們的空間太狹窄了 嗯 那你家庭糾紛 是吧 那老人家 哎呀 兒子要結婚了 又供不起樓 我移你了 我移去哪裡 是吧 那就是需要更多養老的空間 是吧 嗯 你說下下要換 我用業權這麼複雜 怎麼換啊 嗯 講一下就可以了 嗯 實際操作上 又要這件事 那件事 已經加給你煩死了 嗯 所以這方面呢 還是讓家人 有機會陪伴長者 然後是社區養老 嗯 嗯 有足夠的支援 輔助服務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這個總管事 有很多事情已經在做 問題 客觀條件 未必輪到你 這麼理想 能夠做得到 不過如果 當然 我知道不同的老人家有不同的需要 但是單講 例如日間的一些護理 其實都是澳門對老人家的日間護理 都尚算有適當的資源 校長你怎麼看這方面呢 各方面 我想老人家這方面 就 兩位都發表了很多意見 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想方方面面 政府在不同的範疇 其實這裡已經出越了 社民司這個範疇 嗯 其實就是整個政府 到底重不重視 這個安老的問題 當然在過程裏面 我覺得 先有嘉賓都覺得很對 因為 始終澳門現在的社會經濟的發展 始終是說 樓價仍然比較高 年輕一代 可能對於自己的將來 都沒有一個很清晰 包括就是說 真的我也要為了將來的經濟而謀劃 但是其實過程裏面 就忽視了老人家的照顧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政府有責任 但是問題就是 我覺得年輕一代 其實在這方面 我覺得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都可以做多一點的 包括先說到一些打針 其實如果真的有家人的話 其實這方面 是不是自己可以 就是說 家人的協助 家人的協助 可以做得多一點 另外 我始終還是回歸教育的問題 當然 李小姐也說得對 就是說 回歸前的教育 其實政府 理會的時候 其實87年期間 或者80年代中期 那個教師培訓 其實就是當時 有一些 不同的教育團體 是爭取回來的 是自己先開辦的 跟國內一些機構 合辦了一些培訓課證 但是問題就是 最初是沒有想著政府會 會 會資助 但是最後 後來政府是資助 就是說 在經濟上面 當時的小小的資助 是有的 就是奧普期間 但是問題就是 整體上的規劃性 基本上是沒有的 所以我只是說 在這裏 我想補充一些 另外 九場的用地 我覺得也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九場的用地 我們不是說 教育界不是說 要拿來全部拿去做學校圈 其實我們不是貪心的 其實教育是誰的責任 大家要明白 教育其實真的是社會的責任 是政府的責任 將來 其實教育不是花錢 其實是投資的 明白 將來社會的發展 就是靠這批年輕人 所以我們希望 只會說 九場 現在有一點微目瞪出來 如果上一次 司長 應該是梁維特司長 說的時候 可能也會 有些聲音 放出來 繼續維持 跑九場 其實當然 不希望是這樣 因為我們其實希望 現在有的 上階的建築物 能夠做幾家學校 而中間的球場 剛才有大班所說的 我們其實很希望 交通的問題 都要和同時可以解決 包括地下 空間怎麼利用 其實這是一個綜合的考量 其實就是在上面的 球場用地 運動場所 正正配合 現在北區 包括整個政府 整個澳門都不夠用的 運動場地 不是不夠用 是整個社區 整個政府去用 我覺得很對 澳門現在 上現最激烈的 就是空間爭奪戰 明白 不同的業界 有不同的需求 整個社會 有整個社會的需求 是吧 所以 這不是司長可以解決的 OK 今天多謝三位嘉賓 社民辦程庫實 牽涉到我們方方面面 如何做好教育 醫療和養老保障 確定我們要多些思考 明天會再和大家 探討有關施政的問題 明天再和大家 我們香港 拜拜